2012年9月1号下午3点半 我来到播评聊 来访问到了这个风世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一个签书会 那我请这个工作人员你是 我是雅婷 是 我请雅婷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活动呢 我们是一个艺文展 对 然后今天的签书会是艺文展的系列活动之一 那这个艺文展主要是介绍有生病的人 他们背后的故事 还要介绍他们的创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ogo就是 上面是写着跨越风 就是我们很希望呢 可以用展览 或用签书会 用像我们上个礼拜其实还办了一个音乐发表会 用音乐 用文字 用艺术 可以把生病的人的故事可以带给社会大众 然后集合大家的力量 出去跨越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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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展区呢 第一个展区呢 是文通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画跟一些玄调的物件 那这些画呢 都是文通生病之后 然后才开始就是创作的画 然后这些画都是文通他 记忆中小的时候三项的景色 然后我觉得这边想要特别介绍的是可以看到那个酒瓶 对 文通他一开始呢 他其实他是那种女工工厂的工头 就是他负责把一些材去那个绑制厂 然后找在那个布料 然后到女工的家里面 然后女工把他缝好了 变成一件一件的布子之后呢 再把他送回绑制厂 他最努力最拼的时候呢 一天只剩四个小时 手扣底下二十个女工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喝酒是因为他睡不好 然后睡不着 所以希望自己好睡一点 所以开始喝酒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其实房企业是黄昏产业 然后其实后来这些产业都移到大陆去了 那像文通这种下游的小工头呢 自然就接不到订单 所以后来其实就是因为忧郁 因为苦闷睡不着 然后所以喝酒也会得更凶 那最后医生就诊犯了他 是重度的忧郁症 那再来这个是文通的故事 那再来呢 继续吗 嗯 对 再来这边是郁静的展区 嗯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嗯 郁静在 在空中悬挂的呢 是郁静的创作 郁静大概生病二十年 做了两百多首歌 那 其实二十年来呢 这些歌过去都没有 没有机会被发表 也没有人知道郁静会创作 没有机会被听到 嗯 所以其实这个每一首 像在家里面啊 郁静 其实创作是郁静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他在家里面 常常就是跟家人吵架的时候 家人就会骂他 骂他骂得非常的难听 然后已经就会 爬上三楼 躲进自己的免被林 然后 开始 进入自己创作的世界 然后开始把自己的这些苦闷 这些没有人听见的心声 投入到这些音乐创作中 那床上铺的呢 是我们是象征 郁静吃的 郁静躁郁症 那他吃的药是鲤 那吃鲤鲤呢 副作用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口渴 而且这口渴是非常难忍耐的 所以郁静每天都喝很大量的水 然后书员们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水瓶 非常的辛苦 然后这一次 其实郁静没有办法自己在现场 是因为夏天的时候 对郁静来说是一个摩卡 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事情 所以郁静现在其实是 还在音乐中 然后还在精神科祝乐 这就是他的乐谱吗 对 这些都是他的创作 他挑了十首 他最喜欢的创作 所以这 这都是他的 创作的乐谱 对 吴明的歌 是 空白 青春 这个是 敬中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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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杀 然后 妈妈 弟弟也都相继过世 人生遭遇到一年寸的打击之后 最后生病 然后这个作品呢 其实我们去年展的上半场 就是我们布置了一个灵光的房间 他住的环境 介绍了他发展的过程 但这一次灵光在这边其实是想要把故事再往下说 所以他自己回头看了他的过去 然后就是走过每一个他灵光的场景 那自己拍把这些照片拍下来 把自己的过去一片一片的剪出来 现在他会说这些灵光的过去是怀念 呃也是是痛也是怀念 那他为什么其实每天在这个展场里面 年光几乎要总讲三五十次自己的故事 但是为什么他会愿意站在这边讲这些故事呢 是因为他觉得 其实他很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像是一个影子 抛砖引入 可以引起希望可以让这个社会可以知道说 其实生病的人 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而且一定是很多的关节出错之后 才会让人最后生病 那我们 再往下 最后的 再往下呢 的这个作品就是叫做 请进我家 就是这里的每一个 这里有三个